各位美丽新世界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吉祥 这个星期天就是在多连多佛光山 举行一年一度的孝亲报恩签名法会 那么一般讲法会 大概一般的人都会以为说 那个就是你们学佛的人会去参加法会 但是这个亲民法会它就不限定 其实我们只要说要表达这个孝师 自己的心意 不管是为家中的长辈 祖先 其实包含个人的累劫冤亲在主 那么都会在这个亲民法会 特别因为是礼拜慈悲三昧水灿 这个水灿的缘由 我已经在之前有跟各位做过介绍 那么这部水灿跟梁皇宝灿一样 都并称为叫灿宗之王 就是它这个化解一些恶元 这个结的这些恶元造的恶业 化解的力量是很大的 那么所以我想除了说回向功德 给历代祖先 冤亲在主等等 那同时呢也是为自己消除一些业障 就是减少一些障碍 那么事情自己日常生活 各方面也会顺利许多 那么我记得今天这个机会 还要再继续回答有几个问题 因为像有人就问 说有一定要去 就一定要本人去出席吗 我能不能就是登记一个牌位 你们帮我拜就好 如果您在远方交通不方便 或者是有什么事情 那个当然我们讲说 这个凡事讲一个诚意 但除非说您真是有事情 有一些理由来不得 否则的话呢 应当是您亲自要来礼拜 然后回向这份功德 那么这个就好像 我们讲说这个送礼 您亲手奉上 这个诚意跟你说 你帮我转过去 这是有点不一样的 这就好像 譬如讲说 因为他礼灿 你自己要来礼拜 忏悔 这就好像 譬如讲了 我打了你 一个耳光 我打你了 然后我请别人说 你帮我去跟他道歉 像这些 实在说别人替你 都不如你自己来得要 更加有诚意 那也有人问说 他想要去 就是说以前在不管大陆 香港 台湾哪里 都会去扫墓 那现在在海外来了 不能够回去的话 那这个扫墓怎么办呢 我就是在这里提供给各位这个机会 就是说 您不能够回去家乡扫墓 没有关系 您就是到道场来 您参加法会 然后将这个法会的功德回向 那么我想这个帮助应该还要更大 那就问题就来了 也有人问说 那往生那么久了 再回向有用吗 我稍微再讲仔细一点 就是说 一般我们人往生之后 当然往生 这个有一个精神体会离开这个身体 这个精神体一般的理解叫灵魂 在佛教讲意识 这个意识就要离开身体了 它离开身体的存在的状态 叫做中阴身 那一般平均来说 中阴身大约 平均数是49天 当然有的人 造很大的恶业或者善业 那往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是速度很快的 当下马上的 不会留到49天的 不过是取一个平均数 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七七49天 每七天做七 为他诵经功德回向 就依据这个中阴身的这个期间 就他还没有投胎 你就尽量为他回向功德 但有些祖先都隔了多少年了 就有人问说 那都已经投胎了 再回向有用吗 这个就好像 比如讲说 假设他投胎为人 他做事情不顺利 或者身体不好 有功德回向了 身体变好 或者遇到好的医生 贵人这些 如果假设是投胎到 不好的伤恶道去了 比如说出生道就是猫啊狗啊 那有可能功德一来了 如果他是那种流浪猫啊 突然遇到个人 收养他变成宠物猫 或者说突然出了事情 他这一期生命就结束了 其实他往生了 就是脱离这个出生道 就重新投胎做人了 像这样 就是说这个功德 他其实会起一种 好像一种可以改变他的 这个命运的这个能量 他会起改变的作用 所以回向功德 不怕不嫌多 也不怕晚 只要我们有这份心意 你随时 你只要你知道 那你一年才一次亲民法会嘛 正好你听到这个消息 那么应该就是 你有原听到啊 你照说尽一份心意 就回向功德 来给历代祖先 那么像这样子 另外还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 有人就说 那要一般扫墓啊 不是都要烧一些 金银纸钱吗 这个我要提一个观念 我们中国人 都传统了 都说人始为鬼 就是说人往生以后 一定都当鬼 这句话是错误的哦 按照佛经里头 佛陀告诉我们的 人往生以后 按照他生前 之前的这些所作所为 他产生一股业力 就有可能去六个地方 这叫六道 从天界了 天 人 欧修罗 畜生 恶鬼 到最糟糕的地狱 像这样 他有六种可能性 六条路 那就看你是好还是不好 就是行为好或不好 那么善的行为 感得善的果报 恶的行为 感得恶的果报 像这样 所以不是全部都为鬼 所以我看有些人 在那折 不但折纸钱 还要烧纸屋 纸车 像还烧纸的iPad 什么的 就说我烧去给你 你在名府地狱之中 你可以去那里慢慢享用 这是错误的引导 不应该烧这些东西 把它们引导到地狱去受苦 到那里根本你用不上的 只是一个错误的引导 所以应当 重点不是要烧这些东西 应当 我觉得还是回归 诵经功德回向 然后祝福他们 引导他们 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那么就是一个清明节 我们都稍稍都谈到 除了是跟清明节相关的 要诵经理灿功德回向 另外还要对于人往生 对生命怎么回事 也略略都提到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 在这方面 多跟大家做分享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